欢迎收看有线新闻 我是谢永恩 总部撤在美国华盛顿的 自由亚洲电台RFA宣布 因应基本法23条相关法律生效 不再保留全职员工 并已经关闭香港办事处 RFA说香港官方的行动 包括将他们视作外国势力 令人严重质疑 在23条相关法律生效之后 可不可以在香港安全运作 考虑到职员和记者的安全 决定不再保留全职员工 并已经关闭香港办事处 但是会继续保留 在香港的新闻机构官方注册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经点名 RFA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 批评他们抹黑《基本法》23条 复活节长假期首日 截至昨晚9点 有103万人次出入境 出境占超过76万人次 在疫情福尚以来最高纪录 彭洛情报导 接近中午时分 在港珠澳大桥 等过关道珠海或者澳门的旅客 在雷剑大流外打蛇饼 看不到龙美又缩短的迹象 巴士亦都要排队落客 想翻转头就不去了 去到下午3、4点了 那出去即日不过来呢 本来想去都住一晚才回来的 现在过关那么多人就想翻转头 经港珠澳大桥出境要等 转其他口岸上内地又是不是可行呢 上水港铁站入闸人龙 沿着站外延伸 一度看不到进头 不论去罗湖还是洛马州 不少车厢都逼满了乘客 有时要等多几班车才能上去 在九龙塘站 往罗湖洛马州方向的月台上面 一样多人 在粉岭接驳至香园围口岸的巴士站 等车的人龙一度由粉岭中心 排到几百米外的港铁站 巴士公司需要加密班次 入境住早前预计 复活节和清明节前后 大约有950万人车 经陆路出入境 有线新闻彭乐情报道 不少人说在外地度假 比留在香港的性价比更高 有北上市民预计人均消费过次问 五章报道 在机场落客位 不断有市民拖着行李下车 航空公司的柜位都带牌长龙 离境大堂人头涌涌 有市民提早个几钟头办理登机手作 因为害怕塞车和害怕里面安检 应该好像听闻都很逼 这家四口家庭准备去日本福岗八日七夜 预计洗至少六万元 买机票贵不贵? 买机票?不知是老婆给的 有些人是在日本或者其他外面地方有 香港是做不到的 例如我们现在有个大型的花海公园 香港根本做不到 香港也有LED的花 那个LED花是假的 不同人的真花 内地亦都是市民度假的热门选择 高鐵西九龍站離港大堂 一早已經擠滿了北上的市民 多扮高鐵車票都已經賣光 我是今早五點多 差不多六點才買到它 上去北站就買不到 買到福田站 平時是否這樣的 平時應該不是這樣的 入閘機外面帶排長龍 有職員協助分流 上輪的車那下壁 大家一般不會派好隊上車 一上去就大家迫上去 怕小朋友扔開 我們每人都花幾千 應該都打算吃著玩 到處走走 坐車都要錢 融創話說 只是紅日那幾天 港鐵在復活節 清明節假期前後 每日加開至少24班高鐵 全日有超過200班列車 來往香港和其他站點 車站入面人頭湧湧 不少一家人出行 小朋友和老人家都會戴上口罩 保護自己 有線新聞吳俊報道 尖沙咀有商場為了吸引市民流港消費 推出免費泊車優惠 議員支持各界要一起量 許滬紅報道 長假期大批市民外遊 要吸引人流港消費都要想想 為甚麼 佔沙咀有商場即日起一年四日 推出免費泊車優惠 都是吸引的 因為平時沒有 你附近要收錢 便會泊在這裏 遊市民原本上北上 見到泊車優惠改變計劃 等了60分鐘 因為他有一個免費泊車日 便吸引到那些 好像我們暫時 不泊上消費來這裏 有議員就認為 除了靠政府 各界都應該出謀献策 商界能夠同時有多些的優惠 給市民或者遊客感覺到 看玩樂、吃玩樂 其實他們都會多些去光顧 我們香港本身 其實都有我們自己的吸引力 例如我們有多不同的城市活動 有很多吸引的地標亮點 我們有文化的活動 現在都很久了 例如故宮 一些的Nplus 還有我們都有一些的離島 還有一些的郊區 行山徑等等 都其實享負成名的 肖家費有期望 政府可以和內地商討 將現時一週一行的政策 擴展去到大灣區居民一簽多行 為香港經濟和飲食零售 吸引更多客源 有線新聞 許胡鴻報道 日本小林濟若紅曲保健品事件 累計5人懷疑服用之後死亡 114人住院 公司高層公開道歉 厚生勞動省透露 產品可能含有一種 青微菌分泌的發合物 但要進一步研究對腎臟的影響 林晶宜報導 小林濟若開記者會社長小林彰浩交代紅曲事件 致對事件令很多人擔心不安 甚至演變成社會問題鄭重致歉 目前專注處理事件沒有考慮個人去留 小林濟若透露 再多一人懷疑服用紅曲保健品之後死亡 死者同樣有腎病徵狀 都服用過紅曲降膽固醇火粒 未知吃了多久 死亡人數增至5人 年齡70多至90多歲 另有百多人入院 藥廠去年4至12月生產的批斥 可能有不明物質 未知如何混入產品 厚生勞動省就透露 不明物質其實是軟無青微酸 是從青微菌衍生的天然化合物 具有抗生素特性 而且毒性很強 但未知對腎臟影響要進一步研究 小林藥廠正檢查和歌山工場生產線 有沒有青微菌生長 和會不會混入產品 有線新聞林靜儀報導 台北保林茶室食物中毒事件 餐廳凍住等三人被帶走調查 台北地檢處星期五下午 存換保林茶室的負責人和店長 釐清食材採舊、存放和烹煮過程 店內一個調班的廚師 星期四晚已移送地檢處 餐廳因為沒有買責任保險 和營業登記資料不實 被台北市衛生局罰款250萬新台幣 當局至今接獲18宗食物中毒通報 當中兩死五危台 兩死者的遺體解剖結果都證實 含有米酵菌酸在當地手中 仍然追查毒素的來源 北韓官員說毫無理由和日本進行任何級別接觸 北韓外相趨善機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再提及綁架日本人的問題 刻意否認和迴避現實 玩弄無法解決和無可解決的問題 一意固行固執己見 做法令人廢解 又說北韓沒有義務 為所謂的綁架問題廢力 更加無意地做 也說北韓不關心和日方對話 不會容許日方試圖作任何接觸 並堅決應對日方妨礙干涉主權 北韓駐華大使李隆南秀說 日本駐京市館向北韓大使館發出電郵 和提出接觸 但毫無理由和對方接觸 回到新聞時間 中歐高級別人民交流對話機制 第六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國務委員岑二琴 和歐盟委員伊曼洛華出席 在北京中的熱情接代 我也要請其他 在北京高層三位的 和中國豬布魯沙爾代表團職業 I hope you understood something of that 很好 我也是很十分好 岑二琴就说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会见欧盟领导人 就进一步深化中欧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双方应落实好领导人重要共识 充分发挥高级别对话机制引领作用 丰富人民交流合作内涵 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 推动教育、科技、文化、媒体、体育、青年 和妇女等领域交流合作走心走实 为众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 博鳌亚洲论坛闭幕 大会秘书长李宝东说 今届年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又提到新则生产力的概念 获得各界热烈讨论 李荣中在海南博鳌报道 论坛星期五下午闭幕 秘书长李宝东总结发言说 今届年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各博政商界精英、学者专家 在不同议题上都取得充分成果 他提到各方都认同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 亚洲各博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防止被外部挑拨离间 他又特别提到 最近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未来发展新则生产力 在今届年会引起热烈讨论 新制生产力的主宰 这一点在今年的年会上 有了新的认识 李布东透露金家论坛 还会举办四大专题会议 其中科技创新专题会议 将会在香港举行 具体时间正在和特区政府协商 有线新闻李荣中在海南报道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 和尋求连任的拜登同台造势 竞选团队说 创下政治筹款金额记录 三人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聚首 奥巴马赞赏前副手拜登 愿意在不同意见中尋求共通点 克林顿就呼吁选民 继续支持合适的人选 他们支持拜登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拜登取笑对手特朗普年纪大 和状态走样 这场活动为拜登筹得 2500万美元选举经费 不过场内外有人抗议 反对拜登的部分施政 或者反对他连任 商务部即日开始 不再向澳洲进口葡萄酒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北京有餐厅负责人说 会救入更多澳洲葡萄酒 都有就商说会持官网态度 住北京记者陈慧欣报道 在北京这间葡萄酒唱饮店 有不少捧场客 有顾客说希望撤销关税之后 可以品尝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葡萄酒 这个关税取消大家都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本身都是比较喜欢的那些冒猪 平时我喝百多的酒 可以现在就是 譬如平时喝那些托尼斯 那些是差不多200元的 现在可能120元就可以喝到 那当然是告诺新识来的 现在都是智利酒在打这个天下 智利跟南非酒 然后澳洲酒可以再进来跟大家一起玩 澳洲酒就是因为有关税 所以价格更高 如果你要选用澳洲酒的话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入门的门槛的问题 就比如说同一款一样水平的酒 价格就会翻很多倍之类的 不少餐厅在实施了关税之后 都没有再入澳洲的葡萄酒 好像这间餐厅那样 现在大部分的酒都是来自法国和意大利 负责人说之后会考虑 够入两至三款澳洲葡萄酒 等顾客有更多选择 然后我们成为也就整理变梯 能更多的丰富一些顾客的口味 肯定是一个好的消息 然后接下来也会给酒商这一块 进行一些洽谈 他们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品种 来让我们来评价去选款 有酒商就透露 不少人已经开始向澳洲大酒商拿货 但自己就有些保留 这几年的评价葡萄酒 它不光是中国这边的进口商 会大量的减持库存 事实是在澳洲当地的话 这些很多的葡萄酒的制造商 也已经可能就已经破产了 他们已经不再生产了 所以澳洲那边现在能不能 再把原来之前评价的葡萄酒供应上来 现在都是个问题 他说澳洲平价葡萄酒又价格优势 假如将来市况乐观 会考虑将澳洲酒占来货的比率 提高至两到三成 有线新闻驻北京记者陈慧音报导 美国纽约地铁罪案大幅增加 当个计划引入枪械偵測系统 识别可疑人物 又增派警员打击搭霸黄车 彭天情报导 纽约市长亚当斯公布 在纽约地铁试行枪械偵測的详程 并且即场示范 这座枪械偵測装置 不少体育馆和博物馆已经采用 去提早识别可疑人士 将来乘客入站之前 要先通过偵測器 预料证是需要几秒就可以完成掃描 假如乘客怀疑戴了枪 就会触发感应器 警员可以上前截停搜查 对于有人关注私隐问题 亚当斯强调 不会用人面或者生物辨识技术 当局预计案发规 经过90日的冷静期之后 会在几个黑点车站安装 宠物园能够按住主人的指令 做出相应的动作 显示他们有一定智慧 有研究发现 他们还可以按照不同的名称 分辨不同物件 路晓珊说一下 坐下 握手 这些指令相信都难不倒大部分宠物狗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他们不只懂得听指令和动词 连身边物品叫什么名都很清楚 匈牙利罗兰大学的研究团队 先邀请24个人 模仿日常对话的语气 录下狗仔感兴趣的名词 例如波或者飞碟 再找来18位测试者 帮他们接驳脑电图 量度脑部活动 然后一边向他们播放录音 一边展示相关物品 全部参与研究的狗仔都有类似反应 团队还发现 如果录音播的是女声 狗仔的脑部反应会特别强 估计是因为女性教常对宠物 用夸张的语调说话 他们的脑部对这种语气特别敏感 研究在当代生物学期刊出版之后 团队下一步期望 找出其他捕鱼类动物 有没有类似的能力 有线新闻陆孝珊报导